作曲 李宗盛 梦岁月旧事难追 用一生存真趣味 分不开这双手捧泪 让目光清智相对 也许命中爱与永违 尘封难解宿醉 谁的泪昂红了火锐 小小风雨苦苦地吹 不愿再独自绽放 来日芳华 晨曦附斜阳 什么人生夜里不眉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姐姐 是我 海岚 你怎么还没搬 我跟皇后说 东西尚未整理完 晚些再搬 皇后替我留了门 你坐吧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还是不要跟我一起困在这儿 早点走吧 可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只想跟你待在一块儿 况且 我尚能自由进出 到底方便些 方便一时又如何 李太后的脾气 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眼下太后还心烦 等过一阵太后好些了 我和绿云姐姐 在想法子去求太后 太后怎么了 太后一直住在寿康宫 还没一句辞宁宫呢 为什么 听说是皇上还在 让人休息辞宁宫 大臣都在为这事劝皇上 太后住在寿康宫 到底是名分不正的 到这个时候了 主还在担心太后 太后住哪儿不都一样 当然不一样 太后若是皇上的生母 这一点便不会计较 就是因为不是生母 所以稍不周全就会生了嫌隙 以至于母子离心 姐姐 满宫大臣和众嫔妃 都想不出法子解决 姐姐还是先为自己打算吧 皇上 昨儿内府说 嫔妃们的封号 都已经由内阁领好 请您定夺 不急 人都还没齐呢 怎么测封啊 清英妹妹是在守孝 可为了这个 沿着其他人的封赏 怕也不好 皇上 慈宁宫要是休憩好了 也好让皇额娘早点入住 说不定皇额娘一高兴 清英妹妹就可以出来了 若是朕真这么做了 皇额娘还是不答应 那朕又得想什么法子 迁就她呢 皇后啊 你想简单了 是 臣妾冒失了 王后你做琢磨便是了 朕先回养心殿了 你也回去吧 起驾 臣妾恭送皇上 起驾养心殿 娘娘 一宫是尴尬事 依奴婢 您还是不开口为妙 一宫是面上的 底下事关清英 这两宫不合 本宫也是为难啊 皇帝还真沉得住气 乌拉那拉市被关了半个月 她硬是一声不吭 也不来替她求情 太后 太后若想挪去慈宁宫 跟皇上说一声不就得了 何必这样大费周扎 哀家若是向皇帝开口 若被回绝 难道还一再恳求 若是皇帝为了清英来求哀家 那哀家再顺水推舟 提出要移居慈宁宫 那便是一事一一事 还是太后思虑周全 不过皇后和其他主 应该会劝皇上的 说不定皇上呢 还会亲自来先提义宫呢 那自然是最好了 奴婢看您做了太后 也不比做贵妃时轻松啊 哀家问你 历来后宫里 哪个女人熬到太后这个位子 凭的是什么福气 历代做了太后的 确实不是诞下新帝 就是先帝的皇后 可您担惊竭律 扶着皇上坐上了 久武之尊的位子 您做了这个太后 是您的福气 也是皇上的福气 养育之恩 记得一时容易 记得一世难啊 皇帝刚登基 哀家不能让步 趁着他翅膀还没硬 规矩就得立下 诺亲大人为了移工的事 和皇上争论了半天 您先喝口茶润润 秦力来回话了 慈宁宫已修期完成 太后可以随时移工了 皇娘养育朕多年辛苦 务必将慈宁宫修期至满意 让秦力好好绣 细细绣 千万不要着急 这儿 朕的寝殿里 有梅如意结 替朕送到清英那儿去 可 可清竹 正关着首相呢 他不能出来 你还不能去吗 奴才糊涂 奴才糊涂 还有 架上有本曲谱 替朕一并送到那儿去 这奴才 这就去办 奴才给清竹儿请安 起来吧 王公公 王公公 您可来了 是不是皇上要放我们主出去了 那倒没有 太后的预旨是要观察清竹儿守孝 皇上都不便过来 这不奴才都是悄悄溜进来的 这是皇上让奴才送来的两样东西 一枚如意结 皇上的意思是希望清竹儿事事如意 还有一本《乐部》 皇上说请清竹儿闲而无事的时候看看 替我谢过皇上 我出不去不能面前善恩 皇上明白 所以皇上派奴才来 向清竹儿要一样东西作为回礼 什么东西 皇上说只要是清竹儿的东西就成 这是我刚绣的帕子 还请王公公交给皇上 这 那我再搞定 多谢王公公 公公慢走 王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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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 主 皇上果真是念着您的 奴婢还以为 皇上这一个月没吭声 是忘了您呢 强董马上是我和皇上 第一次见面看的戏 皇上真是有心了 我得想法子出去一趟 阿若 你去把海长载起来 是 臣妾 皇上安 你都跟朕那么久了 怎么见了朕 还是那么怯生生的 臣妾失忆 你一向很少在朕的跟前走动 今儿个 怎么突然过来见朕了 先起来吧 谢皇上 海岚 朕记得 你和秦英很是要好 臣妾此来 只为求皇上 莫忘了姐姐 是 叶欣 这雨下得太大了 我不想走路 去传教子来吧 是 是 在这儿耗着 我进去拿 要送去给皇上的点心 一会就出来 别把门给锁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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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臣妾给皇上请安 快起来 快起来 瘦了 也憔悴了 受苦了吧 臣妾有皇上挂念 不苦 朕都没替你向皇上求情 怎算挂念 皇上有皇上的难处 你跟海岚交换 没被人发现吧 没有 你看 今儿可真巧 你衣裳的颜色和镇得那么相似 匆忙出来 我都没来得及打扮 无需打扮 心意相通最重要 咱们多久没见了 三十五天 皇上 臣妾做了几位点心 尝尝吗 好啊 快拿过来 你被关着 还要心思做糕点啊 这三位都是皇上苏日迪爱吃的 臣妾做惯了 这位藕粉桂糖糕 是太后爱吃的 臣妾正学着做 还没机会让太后品尝 味道还是很好 丝毫为姐逊色 只不过 就算你再怎么用心 皇上娘也未必会喜欢 凡是莫说尽 万一太后过几天就放我出来呢 这糕点酸酸甜甜的 你喜欢的 皇上爱弊平 本应四十插花 人做花瓣 取其芳香满床 握之神清气爽之效 但是现在点的龙咸香 不插花也是好的 以免乱了气味 朕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你看 这四处的碧瓶 都是空着的 朕闲的时候啊 就观赏观赏 把玩把玩 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幅画好像是个什么故事 老来子彩衣于亲 这你都不记得了 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的第一篇是 是明子谦单一奉亲 你记差了 二十四孝的第一篇呢 是于顺孝感动天 第二篇才是明子谦单一奉亲 皇上心中存有孝道 才会记得如此清楚 二十四孝第一篇 是于顺孝感动天 说明在世人的心中 百善孝为贤 尤以君王为典范 宣扬孝道 皇上刚刚登基 朕无繁忙 是不是已经忘了 在寿康宫的太后 皇姑娘自己不提 朕就让那慈宁宫 慢慢地休息行进 太后不是自己不提 是把这个表孝心的机会 让给皇上宁了 朕也想把皇姑娘 移至此临宫 可是 你姑母刚过身 逼你闭门守孝 皇姑娘独断专行 丝毫不顾朕的感受 太后和姑母积怨颇深 请皇上不要顾忌 姑母和臣妾 以免坏了母子天和 朕当然希望以天下之力 来安养皇姑娘天年 只是朕才刚登基 皇姑娘就如此雷厉风行 臣妾只求皇上 为天下之表率 为百姓敬服 千万不要以臣妾 一己之身为念 可是朕的心里 总有到过不去的坎 朕的亲生额娘 皇上的亲生额娘 只有太后 她现在住在寿康宫 等着皇上去接她 住慈宁宫 皇姑娘多年转仗 在朝中与宫中 都颇有权势 只一个乐亲 便是皇姑娘族人 权亲三朝 若是朕 事事都迁就皇姑娘 那朕岂不是被她 牵着鼻子走 皇上那不是迁就 那是孝顺 在后宫 皇上可以对太后孝顺有加 在前朝 以皇上的才干和魄力 足可以威慑天下 皇上胸怀韬略 还请皇上三思 警人公才刚暴毙 你就立正皇姑娘清白 要是皇姑娘知道你来求朕 她一定会很后悔 这么为难你的 真如此就好 还请皇上打开心结 不要再计较了 这件事已经一个多月了 太后也挺为难的 皇上 就依你的 孝敬皇姑娘 一样天年 好吗 就依你的 臣妾多谢皇上 你放心 这会是皇姑娘开心的时候 再替你求情 臣妾该走了 海澜还在被关着呢 好 朕送你出去 皇姑娘刚才见过慈宁宫 觉得修得如何啊 你惦记着哀家一心离佛 佛堂里供了三尊佛像 又将花园修得这么精致 足不出户便可看到齐花溢草 儿子早该将皇姑娘挪至慈宁宫 只是儿子刚等级 前朝的事情忙不完 又想着将慈宁宫修上好 再让皇姑娘住进去 儿子希望皇姑娘 可以安心地移养天年 前朝的政务要紧 后宫的事算不得什么 皇帝啊 你初登大堡 多少人看着你年轻 存着窥视之心 所以朝政的事情 你多问问那些老臣子 总没错 儿子也是这么想 这那亲是皇姑娘的祖亲 儿子打算夹封他为一等宫 还有儿子登基要加皇姑娘辉号 礼部起了重庆儿子 皇姑娘觉得如何啊 皇帝有孝心比什么都好 前朝忙 你先回去吧 好 那儿子先告退了 等到稍晚些 儿子再待皇后还有嫔妃们 向皇姑娘请安 去吧 儿子告退 皇上对太后做得圆满 她急进小的 你去把亲影找来 哀家有话跟她说 是 臣妾给太后请安 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她 为的是替哀家移工进言 陈妾在闭门守孝之时擅自离开 还请太后见谅 替哀家禁言何罪之有 起来吧 只是哀家不曾想 自己如此可怜 移工之士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 皇上刚刚登基忙于朝鎮 一时顾不上 哪怕臣妾身在前邸 也是该提醒皇上的 哪位皇帝还听你的劝 哀家以为 皇帝的孝心还不如你 皇上的孝心臣妾哪里比得上 皇上说您是天家最尊贵的长辈 世子禁臣唯一的太后 必得有相配的殿余 所以皇上对慈宁宫要求尽善尽美 稍稍耽搁搁了些 巧舌如簧 既维护了皇帝也全了哀家的颜面 虽说你是锦仁宫的至亲 但世事以孝敬哀家为先 那就功过乡底了 行吧 你收拾收拾从前邸出来吧 守孝在心里就成 毕竟是皇帝的嫔妃 还是要住回后宫去的 臣妾 谢太后 臣妾还有一事求告太后 清阴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娶 臣妾觉得不大合时宜 不合时宜 是 樱花都是粉色 而臣妾却是清阴 所以不合时宜 臣妾不仅是乌拉那拉式的女儿 更是爱新觉罗的儿媳 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 许臣妾斩断就过 乞取新福 你这么想 是 是 那你最盼望什么 情深义重 两心相许 如意 好不好 是试试如意的如意吗 哀家选的 是义得的义 以为美好安静 后汉叔说 林律易得 非理不处 人在隐成霜 便是最美好如意之事 这世间一动不如一尽 也只有尽 才会好 谢谢太后 只是臣妾不明白 义便很好 为何是如意 你还年轻 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 太难了 若能如意 便很不错 太后的教诲 臣妾谨记心中 好了 也伸了 你也回去歇歇吧 等出了前提 便是心生了 臣妾告退 这太后不是很讨厌 乌拉那拉氏吗 怎么这么轻易 就把她放出来了 这太儿喜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能让皇额娘不讨厌 才是她的本事 皇额娘还给她赐名 叫如意 皇上都亲自去看过她了 如意 什么如意啊 道教臣妾想起 当年选福建的时候 皇上就赐了一把如意给她 还选她为敌福建 太后下旨放了如意 那皇上就会给咱们定封号 行册封礼了吧 看来咱们还得感谢她呢 皇上就这么看重她吗 本宫实在不能忍 听说这次的事 海岚那个小借人出力不少 海岚一向不得皇上的宠爱 所以一只衣服着如意 这说来也奇怪 那么一个标志人 皇上怎么就不喜欢呢 长得再美却不识趣 见了皇上就躲 躲不了也瑟瑟缩缩的 哪个男人会喜欢呀 小家子气 若不是皇上喝醉了 怎么会宠幸她呀 没有家事 又不会讨皇上喜欢 是可怜些 如今看着也会来事些了 不像平宿礼 呆呆笨笨的 还是小心些好 这海岚 还没分封公事呢吧 她也只是个常在 也只能随主位居住吧 那就请娘娘成全臣妾吧 你想做什么 咱们不能让她事事如意 更不能让她和海岚 沆瀣一气 皇上如今这么看重她 若咱们不再防着点 以后哪儿还有咱们的 立足之地啊 皇后娘娘 皇上请您往养心殿续化 按理说 夕月和如意都是册附近 但夕月的资历浅一些 册封为此也应该低一级 可夕月如今已经是贵妃 那如意就只能封为皇贵妃了 这宫中无出封 就是皇贵妃的先例 那就都以贵妃的慰问吧 皇上 臣妾想着 如意妹妹到底是刚出来 行事低调忍耐一些 总没坏处 且高宾为皇上都办和宫 空在设计 相比之下 乌拉那拉氏一族 实在无人 可以为朝廷效力 不知是否可以 先委屈如意妹妹一些 给个妃位或者嫔位 等来日逢年节 或是有了生养 再进风也不迟 这妃位也可 令则高宾宫中卫国 朕自然得嘉奖 赏贵妃还有高氏一族 抬起之容 入本期满洲 圣祖的生母 孝康张皇后的图氏一族 就是大清开国以来 第一个台籍的 想必高宾一定会干脑涂地 为皇上效忠的 这外赏大臣 内风嫔妃 本就息息相关 这如意的位分 是委屈了 公事 就给他易坤公吧 易坤公虽好 只是从前先帝的 敦肃皇贵妃 年事曾经住过 皇上也是知道的 皇额娘跟敦肃皇贵妃 素来不大和睦 若是挪了如意进去 只怕皇额娘的心理 还是皇后细心哪 那永寿公和锦仁公都不能住 其余朱公也在修缮 一时间住不得人 如今 就只剩下了严禧公 这严禧公偏远 还尚未修缮哪 如意妹妹此时不易张扬 严禧公虽然偏远 但是臣妾会命内务府 仔细布置 断不会委屈了她 那好吧 务必得仔细布置 不要让如意住得不舒服 是 奴才秦丽给皇上请安 给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皇上 内阁已经拟了嫔妃封号 以张尊荣 请皇上公目 承下来吧 黄氏封一贵 金氏封了家贵 苏氏封了淳贫 乌拉那拉氏封了贤妃 高氏封了惠贵妃 这高氏哪里聪慧了 这封号有点讽刺啊 也许惠子是皇上 对贵妃的期许 希望她聪慧伶俐 这不还有全族台旗人的恩赏呢 皇帝很会安抚前朝后宫的人 不错 不错呀 明位已定 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这下六宫可以清宁了 错 定下明位高低 这六宫的纷争 才算是开始了 主备封了贤妃 咱们都高兴 只是到底被贵妃压了一头 贵妃得了皇上台旗 如今更是得意坏了 而且皇上不是说 让主住在易坤宫吗 怎么又成了延禧宫 许是易坤宫 如今还不能住人吧 延禧宫也挺好的 可延禧宫旁边 就是工人来往的永道 地儿又偏又嘈杂 还多年未曾休憩 难道 难道这是太后的意思 他老人家还在责怪您吗 我也不知道 如今咱们离了这儿 已经很好了 是啊 我们抓紧收拾吧 好 好 主 奴才觉得这延禧宫 虽然靠着工人进出的永道 但关上大门也算清静 虽然破旧鞋 但古朴雅致 不错 主也太知足了 内务府的人 连地都扫不干净 奴婢侨致城前工艺坤工 景致又美丽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住在这儿 都不知道皇上多早晚才能来一次呢 好 姐姐 皇上若肯来 也不会嫌路远 若是不肯来 住进养心殿后的围房也不计事啊 也是 能离了前邸 已经是万幸了 主 奴婢去给你点上安神香 这样换了寝殿 您睡意得已安稳些 好 主啊 你等了两个时辰了 若是累了 咱们先到廊下歇息吧 贫妾 科里耶特海澜 请贵妃娘娘安 谨遵贵妃娘娘安排 小东西 饿了吧 娘娘这儿的孔雀呀 可真是宫里一绝 还不是皇上亲赐的 咱们皇上还是最疼娘娘 小东西 快吃吧 既然皇后娘娘要你来本宫的贤妇宫同住 本宫身为一宫主位 自然留你 可你也得懂规矩 是 你既然来了 本宫便告诉你 当年你是怎么称皇上酒醉勾引 又和贤妃勾结成了皇上的士气 你自己心里明白 可如今到本宫这儿来 如果再敢有外星 本宫便不饶你 贫妾不敢 得了 既边的屋子赏你了 去吧 谢贵妃娘娘 把东西放下 打造一下 主啊 这屋子西晒 夏天热得很 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 怎么住人哪 这屋子 看起来真像是给下人住的 那便是一般的奴才也不会住这儿啊 不过就是平日里 放些不打紧的东西罢了 贵妃也不怕皇上知道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皇上宠幸过 又被抛住脑后的人 贵妃自然是不怕的 主 您也太委屈了 一来就劈头盖脸的 被贵妃排悬了一顿 而且贵妃娘娘说话也太难听了 怎么能那么说您呢 好 主 吃点牛乳糕 主 海肠再来了 好 海岚 凭借 请贤妃娘娘安 起来起来 都不知道你去了哪儿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 是换了地儿睡不着吗 吃点牛肉缸 你素来喜欢的 尝尝 这宫里 也只有贤妃娘娘 会记得贵妃喜欢吃什么 还尝再起用茶 谢谢 海岚 你怎么了 还不知道你去了哪儿 我正打算明日去求皇后娘娘 让我们同住 皇后娘娘说 贤府宫宽敞华丽 指了着去住 但是贵妃是个不饶人的 让我们住的 焉下人还不如 怎么会是去了贤府宫 都怪我没有一早跟皇上要你 皇后娘娘早先也不安排的 娘娘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就是我们主人好信 老被人欺负 那贵妃这般对你 你跑来我这儿 她可不忌讳 她有什么好忌讳的 现在 贤府宫可热闹了 人人都屈风 她抬起封贵妃的事 贵妾是希望 可以跟娘娘一起同住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明日就去求皇后娘娘 但是如果皇后娘娘不肯 贵妃怪罪下来 还是办了吧 那你要先好好护住自己 贤妃娘娘也是 海岚 你平日都叫我姐姐 现在口口声声的 娘娘贫妾的倒是身份 是 姐姐 张安爷请了 贤妃还有事吗 贵妃宫可住得惯 贵妃宫可住得惯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在贵妃宫一个人住着有些冷清 能否让海岚过来与我同住啊 贵妃朕当宠 又得了抬起之容 可海长在 却一直不得皇上欢心 本宫是想着 他若能与贵妃同住 也能常见到皇上 或许还能多几分与路恩泽 否则 他要一世无宠 孤独度日吗 皇后娘娘慈心 是臣妾没想到这一次 是 这个镯子是咱们在前底时 本宫给了你和贵妃的 是 本宫给了你们这对镯子 就是想要告诉你们 彼此间要存了亲好之心 让你们明白 同为嫔妃 应当不分彼此 不要事事计较 如今 你倒是肯天天戴着 也不枉本宫的一片心意 臣妾会时时戴着 时时谨记的 皇后娘娘 时辰到了 郎氏宁大人已经在如意馆 等着您和皇上了 嗯 臣妾告退 词曲 李宗盛 恍若人生是初见 情丝染了双眼 携手共浮尘十万千 心事退了红月 眼前相思已凌乱 泪光藏了誓言 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烟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祈弄深处人一丧 独自唱鱼歌啊 暮色痴痴愁离弯 愿一如梦空解胎 任他似水流年 暴暴岁月分不清 何处是轨迹 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无水环境 而风华的旧事 唯月流离的相依 漫漫长也舍不下 花发追情思 不敢看已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叛逆 我皆寻常不易 再相约不离不弃 夜